台风的放假政治学 你看台北新北论述都热热等 相对很像基隆的论述就少了一点 但我所知道基隆并不是没有论述 但是也看到说同样有论述 可是在整个说舆论的声量里面 很容易就一不小心就被边缘化 所以今天请市长来 好好把这个话说清楚 科匹台风说我不放假 就民调不降反升 那有人说没有放假林佑昌 你等着倒大煤 你有碰到倒大煤的问题吗 市长 其实还好啦 我觉得其实台风的事情 每一次都很困扰这个县市长 OK 那这一次其实最比较伤老惊的 是因为这个台风 它跑的速度还蛮快 所以那个情势都一直在变 所以像县市长 我们都一直盯着气象的一个预报 每一报都在注意 那所以我想造成比较 民众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跟那个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其实是在这个前一天 这个下午四点提早放假的这个事情 造成四点钟自乱 对 那那个事情其实也是相关的这些同仁 其实他们经过专业的一个判断 提出一个建议的结果 那因为那个速度实在是跑得太快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到底是四点五点还是六点还是八点到 所以其实北北基为了说让大家安全 所以提早让大家下班 只不过可能从台北端 因为大家大部分人在台北啦 那交通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配套 我想大概引起一些敏怨 因为塞车嘛 那另外是隔天这个就是宣布这个隔天放假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是真的不太想去谈了 这个好像又在追究 市长你未来还是会遇到 还是会遇到 因为台风机还没过去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 就是说其实台北市跟金融市 我们其实对这一次 其实我们共识还蛮高的 那新北市原本的决策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啦 就是其中海边或者是山区有九个区 它是达标包括雨量还有风势啦 那如果是那几个地方 就是原则不放假 那例外的地方 因为这个阴地质疑 因为这个台风风雨量的关系 你放假其实是OK的 就不会产生后来 包括台北跟基隆 我们这个压力很大 这个要不要放假的这个困扰 其实台北新北市大多数的区 其实还是没有达标啦 它总共有39个行政区 其中有9个行政区是达标 不过因为新北市实在是太大了 那个海边到山上 实在距离也很远 那可是大家其实有一个误会 那一般民众会觉得困扰 说这个基隆放台北不放 新北放 那会不会对它上下半炒 是困扰 其实在相关的规定 你只要你的居住地 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 有一个县市它是放假的 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放台北 是 他有经过 就是譬如说 要去台北 他会经过 其实你就可以放台北 你就可以放台北 那不是等于大家一起放 是 就像新闻云 如果新北放假 你住新北 但是你要来台北上班的话 你就可以放假 我们是可以做补假的 所以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 是是是 可能一般的民众大家不了解 就觉得说我在基隆 住在基隆 但是台北或者新北放假 我到底放不放假 那市长 那像柯市长常讲说 我不会做刻意去讨好选民的决策 你认为这次的不放假 它背后真正的思考 是一个科学的思维 还是有政治的思维 包括说讨不讨好 这种价值判断在里面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蛮理性的 因为在那天晚上 我跟柯市长通了电话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清楚 就是不应该放 因为实在是没有理由放 因为实在是不止没有达标 还离那个标还蛮点 有点远 是 那基隆在这边 台北在这边 那台风是这样子走 它是会越来越远离 这个基隆跟台北 所以我们看那个 整个气象的一个预报 还有包括它行走的这个速度 是 其实很明显 在隔天早上六点之后 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风雨 那说实在我们 包括我们的环保清洁人员 其实都是在前一天 就是寿命然后待命 隔天清晨就是要把所有的路障 全部清除 那不会去影响到民众上班的这种状况 是 那不过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当然前一天晚上 就不好意思 让有一些对放假有期待的 大概就会骂了 有的时候这不是放台风假 这叫什么避风险假 对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台湾的社会 当然能够放假很好 可是我们也有一点 就是说 一听到台风就想放假 我的那个社会的氛围 我们弟弟就是这样 我是买空 大家会有期待 就变成会有期待 所以当然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放假当然会骂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真的理性的讨论 隔天早上真的就是会好天气 所以最后我跟柯市长两个人 其实做了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还是坚持就是不放假 那当然当天晚上当然一定会被骂翻 所以你觉得最比较好的方式 仍然是说还是分区 因为新北比较大 像我们林口风是大的 我们是达标的 有达标的 其他的也就尽量统一会比较好 会更复杂 这样的执行是不是 其实不会复杂 刚刚在讲 比如说你是住林口 然后你这个地方达标 那其实你就可以放假 那并不会去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看隔天 隔天很多地方还是 就有放假的地方 那你看就报百货公司 因为电器还不错 对 市长我可以插一下嘴巴 因为台风政治学一直都在绵延 可是上一次有一个特例 就是我们赖院长 赖院长第一次没有放 人家说是赖神 第二次放半天的麻烦了 很惨 所以我觉得这种思维就是说 我可能因为放对台风架 我可能我的支持率会更高 我放错了可能我就会倒霉 所以这些东西 市长我讲难听的 政治啊这些东西都会考量在内吧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少考量 还少考量 想信科学治理 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是这个真的很困扰 县市长 所以我也觉得说 然后人不是神 即便有这个气象预报 他还是一直在变化的 还是有误差的 没有办法说这个当成神 知道说下一步会怎么样 不过当然还是尊重专业 然后尊重科学的一个数据 然后最好就是有一贯的 无道义以贯之 那有一个原则 那大家都好依循 那不会这个状况不同的时候 就一团乱 可能还是会 所以你们这个 对不起 这个三个县市的台风同盟 因为这一次的过程 是不是就非正式 说短期参谎 未来还是会紧密结合 对不对 未来还是会紧密结合 我想原则上还是把它看成 是一个个案 OK